我们的网台工作室 竟已开启了IG帐户 想收看最新的突发内容 新闻评论和节目资讯 立即follow 大家好,我是Kelvin 由于香港的罪案越来越严重 骗案横生 保安局局长说 1至10月 每天超过100宗骗案 增幅超过五成 讲过就是这样 思思工作室 懇请大家尽量提高警觉 保障自己的私隐财产 不要让匪徒有机可乘 不要再加重政府的负担 Patreon 马上转私隐设定 电邮、社交媒体 更换密码 如果你认为任何一个账户有风险 整个铲除去 包括WhatsApp Signal IG TG等等 尽快将所有资金调离危险的地方 你对我们的支持重要 但你们的安全更加重要 尽我们的公民责任 打击全香港最大的犯罪集团 人人有责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财富BB班 如果之前单购过三小时港义的网友 又想收看之后的补给堂 机会来了 最新的六小时一至十五集 补给堂 经意上架 如果从来都没有订购过货堂 我们也推出了最新的完整九小时港义加一至十五 补给堂 这两个产品经意分别在财富BB Club 和私事工作室的平台商店发售 如果有任何查询 欢迎PM或者电邮联络我们 不要等了 马上加入 今天开始 理财投资 我始终觉得在 好没有希望的环境下 你都不能丢下希望 2019年 香港人经历的是抗争 2020年 香港人面对疫情 国安法 之后很多香港人开始移民 流散各地 搬屋 搬钱 搬人 香港人开始在不同的地方生活 而香港 都可能再不是我们以前的香港 不过香港人从来都是生存游戏的专家 看下最有谁想 妈妈说 家人在哪 哪里就是家 我会想说 不用分什么海外和在地 只要是讲香港人的声音 那个就是香港人的梦台 我是Kelvin 你正在收看的是 CC新闻 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612 612 612 理应 很应该 跟大家做Live 今天就不是Live 原因 是因为这几天 大家知道我家隔离装修了 就 直接好像在你 家隔离 转场 那么夸张 虽然大家 虽然大家 试了几天 大家都 觉得 还能顶得住 但是因为 对我做节目 都挺困扰的 因为 很大声 尽然我是可以 用一把声去遮住 但是 因为本身 一把声 其实都差了很多 再要 听到这么大声 第一件事 我好像要再用力点 去说话 第二件事 就好像 情绪都会 躁了一点 可能影响 各位网友 听节目的 收看收听的质素 所以我决定今天 我就录定的 重操顾业 开野车 以前都试过 極限 極限录音 但是 有好有不好 不好 就会人比较累 你看到我 还有可能会录录一下 睡着了 睡着了 大家不要见怪了 我宁愿今晚就 扯上他 我现在就三点钟左右 扯上他 明天 上次完片 明天就一觉 就睡到天亮了 那 为什么搞这么晚呢 今天 星期 就等朋友 都要告诉我 声音马面 听得清楚 很感谢大家的 CLS 感谢大家 在安全的情况之下 继续支持 我们的工作室 支持我们的频道 支持我们的Patreon 支持我的财富BB班 今天就感谢 Supercheck Superfanks 以及请喝咖啡 这样 最近咖啡少了 所以 有些影片都没上载到 偷懒 有些大小的 很过瘾的影片 有机会 上载给大家 谢谢大家 嗯 好了 等朋友们进场 我有分享一点 昨天录音的时间 首先起床都很晚了 而这个星期 有个好的开始 前一天我就录了Patreon节目 所以翌日就睡晚一点 而且一点新闻就充足一点 充足一点 今天做完之后 就立即录音出去开会 有些都很麻烦的东西 香港 即是香港那些 借助香港的 修州市 开了两三个小时 之后就立即 六五点钟 经济KFC 星期六大家就会收看 录完之后 都马上准备 夜晚的焚花炉 之后就录音 录完音 就十点 然后才跟 老婆吃饭 可以休息一下 想着想着 不如就冲上去吧 就开始今天的节目 由于这个节目是昨晚 錄定 所以 都不知道 今天开的港股是什么 这就是夜期 夜期 再次 再穿18000 昨天是不是很重 昨天我不是说 昨天一点的时候 大约是18000 我就说 有机会夹上去 为什么 因为书人不书阵 因为又说一个加拿大的 终审法院的外籍 非常任法官 又说要穿满之后不聚了 然后最大事 我昨天跟大家分享了 不知道大家听得清不清楚 就是那位叫做 那位叫做 就是 那个審 是不是宩耀迅 不知什么耀迅 竟然 在金融时报 赞文 就說香港的Rule of Law is in grave danger 是一個超危險 我當然是不可以給你看看 當然死也夾回屁股 夾隻尾斷 結果又是跌回 跌回轉萬八 今天還會怎樣呢 有趣了 今天大家聽節目的時候 就知道究竟跟昨晚夜期差多遠 雖然今天好像出CPI 中國和美國都是 雖然今天的市況有什麼突發的金融事情 我就不知道 但是昨天也有些有趣的 譬如這隻股票 大家有沒有印象呢 如果大家就這樣聽東方欣選 不是東方中全 東方欣選 可能也不是很有印象 但是新東方在線應該很有印象了吧 曾經這一隻 被譽為中國 教育界的明星 英文的神話 哇 多少中國人 靠在新東方那裡 大哥 學了一口英文 學一學英文 多麼政治不正確 曾經的股價升到多少 七十多元 七十多元 是載廠高峰來的 因為之前只剩下三元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大家有沒有印象 在這個... 還沒到 有沒有印象呢 曾經有一個政策 叫做雙減政策 話說在2021年的時候 中國首次出現的問題 就是人數減少 以及人數減少 就是出生率 是低於死亡率的 因為出生的嬰兒 極度少 那麼人口會縮減的 那怎麼辦呢 那就找東西賴了 那就解說 就說因為出生的成本太高 那你又要找東西賴了 有什麼令到你生兒子的成本很高呢 就是讀書的成本高 就是補習的成本高 於是 就出了一個叫做 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 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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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峰呢 最高峰 好像四五十塊 就跌到得回 幾塊 跌了九成 跟著 當他幾十塊的時候跌了幾塊都很嚴重 然後升上七十多塊 就是因為 這個董宇輝 好像有個肚子 不知道教育界 周杰倫還是什麼 就由這個補習 轉為直播大課 一路大課 一路教英文 好東西 對呀 再闖高峰 由兩三元 升回到2023年 不是上年年後 七十幾元 我很記得那時候 有些文章 就是說 我呀 由二十幾三十元 跌到幾元 我都沒有走到 現在 回家鄉賺特了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走到 因為升到七十幾元之後 跌回到十幾元 最傷的是什麼呢 所以 當然 任何股票 都可能升升跌跌 比如說台積電 台積電 都試過由百幾元 跌到六十幾元 升回到百六元 你可以說 總有機會跌多少 都對的 但是 我是一個基本派來的 最重要是看什麼呢 有沒有賺錢 就是公司的業務 有沒有增長 有沒有賺錢 那麼 新東方 本來你搞補習 當然是暴利 然後你去搞直播大課 好 今年年頭 那時候升上來 什麼都升 然後 不是上年年頭 所以 然後就是見真將 上年年頭 記得發生什麼事嗎 上年年頭 是由前年的年尾 剛剛復上 然後跌到一萬四千幾點 一夾八千點 那什麼都升上來了 結果呢 最傷的是 你有希望 喂 多少人這裡接貨 我就真的不知道 你只是 我只知道七十幾元 回到十幾元 這裡跌了七八成 你猜這些人走不走到呢 當然是很多人走不走 那我想到這件事 我想到什麼呢 我想說 其實他都很厲害 他盡顯那種就是 中國人打不死共產黨 打不死萬里大長征 他真的是萬里大長征 他空間換取時間而已 你不讓我搞補習 我沒得再賺錢 那我就搞直播大貨 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但是呢 又不行 為什麼不行呢 其實我那時候也講過 那時候也講過 因為你直播大貨 第一件事 這是第二個領域 這是第二個山頭 你衝進別人電商的山頭 電商的山頭 就是阿里巴巴 京東 拼多多 都玩完了 你衝進別人的山頭 這是第一 第二件事 這些一定是戰物鬥窮人 你賺得不多 基本上全部都中了 好了 但是近來 差點什麼呢 原來呢 就說 直播大貨裡面 這個就是 這個位置叫董宇輝 就是一個明星 但是現在那個呢 就叫做余敏雄的 余敏雄呢 他是老闆來的嘛 他就說 唉 東方恩選 現在做到亂七八糟 唉 搞不定了 哇 這個話呢 風傳 你是公司老闆 你說你公司做到 官方說你自己做到亂七八糟 那怎麼辦呢 這樣 鼓價就狂插 他出來呢 又公開信 道歉 原來他是經常道歉的 之前這個董宇輝呢 黑串別人的節目 就說現在做這個直播 就一點都不開心 兼沒有意義 他又道歉 總之就不停閉上去 我想說 我想起什麼呢 我想起這個CCTVB 你有沒有發覺 很久沒有提過這個台 這個台好像整理了 在我們的圈子裡 好像整理了 其實問我 整理不整理都沒有什麼分別 你都步向亞視 為什麼我想起CCTVB呢 記不記得 有一段時間 這個CCTVB的股價突然急升 做什麼呢 做直播帶貨 那時候我又是 叫金口讀 金口斷言 你死定了 如果你是因為 直播帶貨 而炒起的話 就恭喜你了 你可以炒起股價 但是你對業績一定不行 就是我時常這樣說 你可以當我馬後炮 原因是一樣的 你是踩進別人的電商的領域 這個是別人阿里巴巴 天貓 京東 淘寶 拼多多 淘寶就是阿里巴巴 就是你踩進別人的電商的領域 第一 第二樣東西 你是拿貨來賣而已 你的毛利有多高呢 你的毛利一定不高 為什麼呢 因為鑑平鑑賤 因為你在中國的電商市場 只能夠鬥賤 鬥便鬥賤 就算你有錢賺 你今天有錢賺 他朝你也沒有錢賺 結果 最近一次的 我回看了 全年 CCTVB上年的業績 營業額33億 跌7% 沒什麼特別 虧損7.6億 2023年 虧損7.6億 好過2022年 2022年 虧損8億 兩年輸了十幾億 告訴你 你根本就不能搞 你看看股價 升到十七八元 升到十七八元的時候 哇 二文二武 多麼厲害 有十幾元 有十幾元 跟新東方一樣 現在呢 跌到幾元 跌到三個多 十八元又跌到三個多 結果跌了多少 又跌了七八成 是不是一樣 你想轉型 你想做電商 就不能搞 但當然這不是CCTVB的死因 死因是什麼呢 就是 不會再看 因為這些完全跟時代脫節 就算你不脫節 用來不要一足夠打算 年輕人不想看你 都不想看你 然後那些 現在下廣告的那些 第一 就是不想給錢下廣告 第二就是 消費力 雖然長者 都很有消費能力 但是說真的 譬如那些 真是很有錢 很high net worth 很有錢的那些 他都未必下你CCTVB 那個形象都不是好 為什麼不下姜濤呢 為什麼不下MIRROR 是貴的 有反應的 是嗎 最有錢 最花錢的那些 年輕人好 師奶好 喂 全部都跟著MIRROR 我那裡下廣告不好嗎 還有 我如果要精準下廣告 全部網上下廣告 下Amazon 我下Facebook 我下Google 我下CCTVB 我下Google 還不覺得被人抵制 所以你是死定的 還有 現在是一個 全世界最厲害的 影音影視平台 一個叫Youtube 一個叫Netflix 有幾個還看CCTVB 所以是死定的 好了 這個就是關於 關於 CCTVB事 全年虧算7億6 這些事情 但某程度上 都可以透視到 中國的內需問題 昨天講港股 我講過 基本因素沒有好轉過 因為香港就是反映中國經濟 而中國經濟 幾番東西 第一樓價 完全沒有好轉過 叫做沒有那麼衰 沒有那麼衰 都是衰 結果就要靠 你捕不能夠用樓市捕 就用投資工業去捕 於是產能過剩 外面又被人制裁 裡面就內捲 令消費又不行 你是得出口 暫時得出口 你中國的消費不行 你中國的經濟不行 那你香港的股市何而行呢 看消費 我又見到幾篇文章 去講近來有些 中國的消費股的問題 大家很久沒時間 其實大家都不會炒 很少炒消費股 接下來就是 通常炒些什麼運動 可能就有奧運 亞運 炒一些運動品牌 炒兩炒 正常是很少炒的 通常都是炒科技股 或者資源股 即近來 但是我們當作參考 亦無不可 原來昨天的啤酒股急跌 你猜不到 華潤啤跌跌7% 亞太百威跌6% 青島啤跌4% 全部啤酒股跌 這個就是華潤啤 幾噁突幅圖 這個更嚴重 白威亞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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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上市也很大件事 第一次上不了市 安排了錢 第二次再上 為什麼呢 4月 啤酒的數字出來了 二百七十六萬千 六萬星 千 不知道什麼 隨便 總之 4月的啤酒數量 按連跌9% 都很嚴重 這個你沒有基數效應了吧 你不能說去年六月發生 啤哩巴拉事了吧 這個很大參考價值 為什麼呢 啤酒差不多是必須品 你問我 我就是必須品 酒鬼必須品 其實你很便宜 啤酒 你出家喝 中國啤酒很便宜 這些一定不是很貴的消費品 理論上經濟如果不是很差的話 你只是喝這麼多 跌9% 這個數字很驚人 我認為 你看到消費內卷的程度 是去到很嚴重 就是這樣 好了 連續兩天都說不到 就說想說這個 鋪王 鋪王 鄧成波 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也覺得是有意義的 趁著612 即今天612 我也覺得可以說少少 這個鄧成波這件事呢 都是體現香港的由盛轉上 我們先講香港的樓價 香港樓價 這個中原指數 就連跌6個星期 是差不多這一年裏面最長的跌浪 當然之前升了很多 現在跌了一些 跌到哪個位置呢 就是撤辣之後的升幅 全部蒸發 其實撤辣的樓價一定會跌的 經濟定律來的 現在就跌給你看了 那說起樓價呢 我立刻想起一個人物 就是偉大的湯文亮 湯文亮 因為我真的很無聊 我搜尋一下他 想要不要笑 真的很好笑 之前湯文亮就說黃仁芬 不懂得做有錢人 竟然笑得爆嘴 近來他還有一篇文很精彩 本來我只是想出帖 出帖 我就覺得哪有這麼弱智的人 真的太好了 但我看看法局 我開始懷疑我自己 其實他是不是假裝豬吃老虎呢 我們先分享一下他對樓市的看法 他的文章是這樣的 就是 就是不移體淡今年樓市 這個是2024年的 這樣都笑爆嘴了 是不是 不移體淡 你知道跌了多少嗎 他就說 2023年就跌了6% 他說2023年太多人看錯樓市 包括他在內 他就說樓市下跌的另一個原因 就是銀行不但不積極放貸 還向財政緊拙的按揭客戶追溯 令到不少業主要賣樓賣貨 會罵銀行嗎 銀行追溯對樓市一定有負面影響 幸好影響亦不大 大致的穩定下來 銀行始終要做生意 難道今年還不借錢給人買樓 當銀行放貸利息下降 國內專財或者投資移民 在香港買樓 樓價怎麼會不升 最後一句是不宜體淡今年樓市 聽完這句話之後 即是這麼脆脆 銀行始終要做生意 難道今年還不借錢給人買樓 借錢給人買樓 不代表樓價不下降 這件事沒有衝突 還有利息下降還未來 國內專長說 投資移民在香港買樓 樓價怎麼會不升 聽完這句話之後 我都覺得這傢伙很低能 但原來他的蜜蜜賺了很多錢 是否假裝豬吃老虎 他說兩萬多的時候 他買了一百粒 現在賺了一千萬 這個真的厲害 我當我的故事是真 這個真的厲害 但他突然出這篇文 又是驚天地一鬼神 他說只要香港越來越好 統一台灣沒有難度 還要騙了一魂 你是不是在諷刺香港 可以了 香港越來越好就行了 即是有個窮光彈 追不到女生 假設 假設被一個女生看不起 那你就說 嘿 不用這麼緊張 你只要有三層樓 他會立即和你出去吃飯 看電影 拍拖 那你就囂張他 這個不是鼓勵 只要香港越來越好 你不要越來越差 都偷笑了 我真的想 是不是假裝豬吃老虎 看一篇文說什麼 他說 有老的有說 現在香港好像在搞太陽花2.0 大批陸營人士衝擊 由藍白控制立法院 似乎要台灣一黨獨大 有什麼低能的 大批陸營人士 那批第一不是陸營人士 不過我明白的 他那些朋友當然不放棄 全部都是小粉紅 小粉窮 全部都是親中的 你接收的訊息 當然覺得衝擊那些是陸營 這個都不值一搏 似乎要台灣一黨獨大 現在不是要台灣一黨獨大 白痴 現在是要藍白 不要強推國會改革法案 那他就強推了 現在就複議了 他說 除非施義武力 否則統一遙遙無期 施義武力 或者施義武力 你更加不用指揮 本身也不用指揮 本身是0.00 也不是 本身有少量機會 因為台灣畢竟有很多人是親中的 這是台灣的悲哀 但是如果你用武力 想也不需要想 我認為想也不需要想 好了 湯文良說 我認為也不需要這麼悲觀 香港人這次這麼有底氣 最應該多謝馬英九 我聽說不是 這麼厲害 他說 為台灣爭取一個讓利政策 真的很多人覺得 和你做外貿生意 好像是益了你 中國是那種大國施捨主義 真的很厲害 就算他和美國也是 美國是你第一 曾經是你最大的客戶 一年和你買成 差不多四五千億美金的東西 是你第一大的入口國 貿易順差 給你幾千億美金 又不見你說美國是益 現在你就說 這個 這個 台灣的讓利政策是益利 不要那麼好笑 那麼低能 他說 相信連馬英九都想不到 即是說 就算不是執政黨 不是國民黨 讓利政策仍然持續 百年計數下來 超過萬億美金 這麼有錢 民進黨有底氣 甚至可以支持香港社會運動 你吃屎啦 原來民進黨 蔡英文執政那百年期間 幫國家賺了這麼多錢 上市公司的企業盈利大增 股市大升 是因為你共產黨施捨 哇 這件事真的沒得頂 他說 老實說 大陸也有多少責任 當日見到香港支持台灣社運 為什麼不停止讓利政策 讓利政策 你中國是要跟台灣買的電子產品 你就不要買 當然台灣當然不接受這句話 但是我心想 看看誰死了 他就說擊敗敵人 就要從敵人的口號 要統一台灣 就要從台灣人的口號 就找到答案 台灣人反對統一 就有句說話 就是今天香港明日台灣 就是說香港回歸後不比以前 事實又非如此 最簡單的每逢長假期 不少香港人外出旅遊 並不是北上消費 去深圳買便宜貨 而是去日本 近近的都會去台灣 但從台灣人眼中 如果不是香港很慘 又怎會這麼多人移民去英國呢 也有不少人去台灣 老實說 去英國的人 或者都會唱好香港 但去台灣人 就一定會唱衰香港 白癡啊 都不知道什麼 都不知道什麼 那你不行 你不行就說 你不行就唱衰 那你實際上是衰 第二件事 我又不覺得跟英國台灣有關 總之整篇文章都像智障一樣寫的 他說中央政府做的很簡單 就是對香港比較好 我看到這裡 咦 難道是講反話 他說對台灣的讓利政策 你說一下什麼讓利政策 什麼叫讓利 就是說本身有些利益 你不要你給了他 我想請教一下 中國有什麼本身的利益 他不要他給了台灣呢 就是晶片他不做 他交給你做 是不是這樣 就是中心讓利給台積電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你說一下怎麼讓利 怎麼讓利 他說幾年之後 缺乏讓利政策的台灣 經濟一定會轉壞 你固定你自己中國才好 你真的相信中國的GDP是5% 就算是5% 台灣也比你高 是不是 台灣的人均GDP 是你人均GDP的三倍 你走開吧 如果香港經濟欣欣向榮 反對統一的台灣人 就不敢說今天香港明日台灣 反而支持統一的台灣人就會說 今天香港明日台灣 只要香港越來越好 統一台灣沒有難度 我真的覺得他好像說飯話 越來越 又又出 好了 這個純粹是搞笑的 重點是 他說馬英九 其實也有很多比較 在馬英九的八年期間 指數跌了二百多點 在蔡英文期間 升了萬三點 原來這是因為共產黨的讓利政策 總之樓市跌了 樓市跌了 樓市跌很多人 就頂不住了 包括 鄧成波的兒子 或者接班人鄧耀星 我當然聽過鋪王的朵 但是有詳細研究是沒有的 話說鄧成波的兒子 接班人 就是鄧耀星 有兩個物業作出底額 向財仔的借錢 拖欠款項 現在財仔入稟高等法院 要求鄧耀星和相關公司還請 這兩個物業 包括旺角商業大廈十八樓 和佐敦寶萊大廈八樓 於是鄧成波的物業帝國 差不多瓦解的新聞 就開始得到大規模的報導 本身也有的 稍後會說為什麼 但是現在一日品更加廣大 說得很大 大家都探討了 鄧成波說八百億 其實很難想像 想像不到八百億是什麼概念 一億我都沒有了 我不是說是貧窮的 即是叫做基層 基層限制了我的想像 我想像不到八千萬 我都想像不到 八百億 即是怎麼用都用不完 那就是 那就是八百億 的帝國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 就開始 除了剛才說的那些 那些小孩 將抵押品 借的款式要追溯 另外 很多一些大型項目 大家拿出來講 包括有個死場 就叫屯門的月品酒店 和海濱廣場 海濱廣場 現在被稱為鬼城 海濱廣場曾經很威風 威猛過 因為當時 荃灣西沒有什麼 商業大廈 所以那時候聽聞很厲害 有百貨公司 有樓兵場 有戲院有機店 有餐廳等等 面積大約是三十萬平方尺 那當時的價格 讓我查一下當時的價格 那就是 等我等 找不到當時的價格 好了 2012年的時候 新世界五億 就丟了給這個叫弘安集團 那2015年 就再八億賣給鄧成波加 想搞個學校 搞不到 然後就變回商場 但是搞你搞 搞都搞不到 所以現在 就 都是開十億左右 有就沒有 當然是買不到 神經病 現在拿人用十億八億來買 就真的浪費了 十三億 十三億他想買 當然也是買不到 就是這樣 好了 大家就再了解一下 鄧成波家族的資產 很多行業 有零售 有零售 酒店 飲食 比哩巴拉 近來就收集了一些 紅星 東海之類 其實呢 三個月前 江湖 就已經傳出 鄧成波家族 那時候呢 就不可以 要變賣資產 那很早的 那時候呢 就 因為波叔 2021年就小小 那麼 2021年 三年之後呢 就交給接班人 那就是鄧耀星 那 OK 然後才知道呢 很多 的物業呢 是做了 二案 三案 甚至四案 我真的難以想像 為什麼要做四案 神經病 借的都傻了 借的都白癡 是不是 你做生意還是做生意 你這樣借法 一家物業可以四案 我真的見識少了 可能是 加起來 一年利息 二十億 這個我又真的不知道什麼概念 一年利息二十億 哪裏 哪裏 那現在呢 就全部要 劈價 就套現了 但是 遇上什麼呢 疫情 那你怎樣呢 就會是正如我所說 這個簡直是一個中國市場的縮影 你的物價越來越貶值 但是你債務不會貶值 就出現了debt deflation 或者balance sheet的reception 越賣資產就越資不抵債 OK 那我介紹一下波叔是怎樣變成一代的泡王 那他呢 之前就是很多很傳統的那個年代的香港人 學師仔 他做燈膽 然後呢 就創立了成功集團 他有三個老婆 我猜 我猜 那這個呢 鄧耀星呢 就是二太山的第五個兒子 嘩 他也很厲害 韓生的朋友 那樣 用他的名字 耀星 就做這個六星集團的名字 就叫Stan Group 就做榮譽主席 這個六星 不是星域集團 所以星域集團 就是800億的資產 鄧成波就以三百多億就變成中國香港富豪榜第十九位的很誇張 就要不斷變成了中國香港富豪榜第十九位的很誇張 但是呢 原來晚年欠債累累 就要不斷變成中國香港富豪榜第十九位的很誇張 賣資產 就沽了差不多八十個物業 本來就百多二百個 可能不止 沽了八十個就拖了二百多億 大部分都是虧的 其中包括 玉日旺角酒店 十一億買 五億六估出 賬面輸五億 嘩 利源山道兩個地鋪 一七年兩億買 賬面輸一億 還有駱駝七 哩哩巴拉七 十八億買 十六億就求手 有很多物業 因為案上案 其實就不斷輸一半 都當是照買的 所以 有理由相信 所謂八百億的資產 根本是穿窿資不抵債 而他的後人 就隨時被追討 甚至要破產 就是這樣 所以有很多人就說 鄧耀星是敗家仔 但是 他不是沒有做過錯事 他就在他初時接任的時候 大展拳腳 又買酒樓 又搞成這樣 但是有人就說 不是 其實波叔在離世之前 他都是主導買些什麼 賣些什麼 他是一個大炒家 所以他一定是不斷地再按揭 再借錢 他是高槓桿的 高槓桿會怎樣 樓價一跌 就爆煲 現在還有十個物業 買了大半 還有十個物業 其中就 有十個項目 這十個項目 都是零零至一百年買 八個就過億 三個過十億 全部二案或四案 知情人士就說 波叔跟銀行關係很好 買一些工商店 做七成按揭 可以再槓桿 七成按揭 你借了一塊錢 你就再買 買回來再按 再借 按按按按按按按 由於他以前的肚子好 所以很多債仔都願意給他時間 因為亞洲風寶社差一點就死了 另外也要推動活化工廈 2008年的時候 兩億買了葵聰打磚 平街成功中心 然後 就將它轉為酒店 轉售 七億買回去 很有料 兩億買七億酒 厲害的爆炸 2009年以18億買了 觀塘的長江電子工廈 再用十億買 賺到少 但酒店就輸到混蛋了 因為他當初是想上市的 16至17年 就不斷買 想21年上市 當然是撞正反送中運動 以及疫情 所以就死了 當時傳他 就要撲水 甚至借財債借到三十來 那些人就說 波叔來得快買得快 沽得快就善打 心理戰 好了 整件事 大致上 就是這樣 這個叫波叔 以及這個就是波叔的接班人 鄧耀星 第一件事 你不會否定他所謂生前的炒賣能力 但是最後 你看不到香港的物業會跌 香港的資產會貶值 那你抱什麼 我就真的看不到 我不懂 我看不到 你跟我說 古神巴菲特 Sorry Monga 你跟我說 Monga 他可能是有很多經驗 但他一定不是古神 是不是 如果憑他最後阿里巴巴 蟹到混蛋 那一刻 就算你是古神 也會撕你柴 不是說不能坐 你坐得很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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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舖王 我記得我昨天 星期一的時候說過 我會說波叔 我不是很苛窄他 為什麼呢 現在證明我的包容 是有道理的 為什麼呢 大家知道我罵了 就不斷罵了 因為他作為舖王的兒子 他有什麼可以做呢 喂 我們口罕罕就說 神經病幾百億的 全部都沽了他 拿來做定期日發店那些借 他已經沽不到 原來已經 在他後期已經二案四案 根本就是經驗 跟中國一樣 非常之高槓桿借貸 突而成的金融體系 你當經濟一塌 漏了一跌 你就回不了身 是嗎 所以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他拿著幾百億的物業 帳面 他有什麼可以做呢 他沒有什麼可以做 除非你不斷變賣資產 我就說你厲害了 我說來自裏 美政兩代 都是可以掛 ancestors 作為二代 你是砍不了下手 告訴你各位網友 很多東西你砍不了 他可能也能砍很多 但是也不夠狠 又或是他可能也很狠 但市場已經不才繩子了 但是我想說第一件事 他21年去世 21年還有機會 便有機會買 他賣了很多 所以我沒有評價我對鄧耀星 我不知道他是厲害還是不厲害 我只想說他很厲害也未必有用 但是你波叔 我就看不到你有多抱王 如果你是2021年 你一定是更加大投資 有這麼說 如果你是抱王的話 不是2019年工作 不是2021年工作的了 一二一三年都看到香港是走著下坡的 所以我想說的是什麼 其實很多人 未經考驗的 你吃 應了這條水 我不是說那些人不聰明 只是你在一個順風順水的環境之下 做下去 不是你不聰明 但是當現在的環境變了 很多年輕人進不了行 很多年輕人被人頂住 想創業也很難 你就不要風流快活地說 因為你們不夠努力 是不是 當時我不去小廁去旅行 我就買到樓了 你不要說這些混蛋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阿波叔 他當然是有膽識識炒樓 但是 現在面臨一個考驗 他都未能夠完全經歷 去到2021年 但是2019年你都過不了 你的物業 所以我覺得這個抱王之名 就是 時世做英雄 而你的兒子 就做不到什麼 你拿著800億 可能不是800億資產 可能是800億負債 一年還利息20億 你怎麼搞的 怎麼搞的 但是這幾十年裡面 就是有這麼多人 風山水器吃正條水 不可以說他不把機會 不可以說他不努力 但是在正常的 經濟周期 或者很成熟的經濟體系 就未必輪到你去賺到這樣的風山水器 很多的 所以 搞到這樣 你還見人家創意嗎 推動科普有助提升社會創新氛圍 鼓勵青年人敢上敢創 創什麼 對上那幾十年 最好的資產增添的方法就是買樓 這是一個信仰 根本就沒有創業的整體文化 也沒有精神 也沒有包容的態度 創新就是會死 就是會糟糕 一個年輕人創新之後 這個社會給他一些什麼評價 好好地做一份工 說了你不行 人做你又做 就是這樣 那你怎麼鼓勵人家創新呢 創新做什麼呢 通常人家創新都是講科技的 你香港搞什麼科技呢 好了 最後 當然要講612 等一下 今天612 我不知道有多少個地方會有些集會 集會 遊行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 不要緊 我星期五會再跟大家報導一下 要講612實在太多事情 不如今天我又分享了這篇文章 作結 這篇文章是哪裡找出來的呢 現在還有一個Telegram 就叫做 不說 總之這個Telegram的頻道 是會 繼續分享一些612的 或者 發出一些以前的照片 評論一下 講一些最新相關的新聞 就是香港人抗爭的新聞之類 其中 有一位 人物叫做 關山元 他是香港大學生 參與反送中運動 現在他在台灣 找到他就好了 他寫了這篇文章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回想到2019的香港 本來是6月9日的 百萬人大遊行的前夕 經意感受到那種 最後一節的感覺 也是有那種feel 而動員的方向 也是以這個方向來推進 整個社會 整個社會 本來就在一片肅殺的氣氛之下 困境又進一步加劇 原本當晚遊行的主辦方宣佈 參與人數是高達100萬人 當時香港人 真的相信和平遊行是有用的 因為2003年的百萬人遊行 真的推到23條 現在又回答了 當晚遊行的龍尾到終點之後 經以夜晚10點幾 說的是6月9日 聽到大會宣佈100萬之後 以為 政總會有好消息 結果 6月9日夜晚 政府的發言人 怎麼說呢 而這個聲明 就是導致612 政府留意到 除了一些阻塞交通情況外 參加的人數雖然多 但大致上和平有序 條例草案 於本月12日 恢復二讀辯論 這樣也可以 百萬人都當你臭死 政府呼籲立法會 要平和理性尊重的態度審議法案 確保香港繼續適合居住 和營商 是一個繼續適合居住和營商的商業城市 這樣 看到這樣如同電郵中noted的回覆 當晚遊行都不滿 也有小型的衝突 這些逐漸散去 就拘捕了 拘捕到612 因為6月12日 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 看著看著 湯文亮你講得很對 今天香港 明日台灣 當然今天台灣 又不能明日香港 當然台灣也有啟發到香港的地方 譬如太陽花學運 是台灣先的 但是台灣之後當然沒有69612 那種規模的情況 暫時 但是就著國會改革法案 都有一個清料活動 那是不是很相似 612為何特別 一直以來 香港人幾乎只會在周末或公眾假期 才會大規模參與遊行示威 工作日 即是weekdays 最多就是下班 就來參與一下 也就是所謂的灰姑娘時間 因為明天早上還要上班 那 所以大家都不太看好612 覺得有多少人呢 但是由於這樣 行動前就已經開始戰魂密布了 大家都分別發揮自己的想像和創意 去動員的人出來 例如有些人就會介紹有些什麼地方去餐廳 去旅遊 去總部野餐 有很多基督教 不知是基督教 有很多教會的人也都在這裡 舉行集會 聖哈利路亞 即是說 叫人出來 在附近吃飯 在附近集會 在附近唱詩歌 希望等到晚上下班一族 就加入 壯大聲勢 就是這樣 各個單位 事前就各思奇蹟 力求打破 weekdays沒有社會運動的傳統 最終以香港抗爭者從未見過的武力來成就了612 成功阻止立法會二讀 並為整個反送中運動掀起勇武抗爭的戰魂 6月開始有很多和香港有關的特別日子 六四、六一二、六九 而當中612可以說是當中最重要的精神象徵 除了象徵著武力是有用的之外 不論之後的人道救援還是司法援助 都與612的基金脫不了關係 612是值得所有追求自由的人所命記 我覺得都是說得非常之好 提出一個重點就是612本來是失 本來是一個weekdays 沒有遇到這麼多人 誰煽惑他們出來 就是你特須政府 特須政府 612每次都要說 就是黑警當日 就決定用一個夾殺的方法 不是驅散 是夾殺 兩邊中信門口差點夾死 幸好中信就開到門 那一條人都不知道是不需要背鍋 然後當中612出現了很多的場景 譬如 不按規則平射催淚彈 不是高空頂上來 不是凹射下去 是全部平射 我認為這件事情 有機會就是造成之後的爆眼少女 射記者游游 射鬼佬游 現場一片混亂 那時候 雖然我去到7月14日 在夾殺沙田 或者等沙田抗爭者 和黑警在沙田廣場裡面 困獸鬥 那一刻我才斬釘截鐵話 香港警察再沒有任何執法的合理性和正當性 其實612 驚異是這樣的 那究竟明天會有什麼活動的話 那或者我要等到星期五 再跟大家去跟進了 那今天的Patreon節目可能會更晚一點 因為可能會睡到旺朝白眼的 那希望大家多多爆陷 最後 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那小弟繼續努力 希望大家在安全的情況之下 COS 加入Patreon SuperTrackSuperfans 喝咖啡 我真的需要喝咖啡 明天才喝 現在真的洗澡睡覺 OK 希望大家繼續有時間的 用在不同的渠道或者平台 聽一些和612相關的報導 我相信有不少YouTuber 或者香港的網台主持 都會講這些內容 好 多謝支持 我們明天Patreon節目 希望大家留意著 希望盡快上載到 錄製上載到 然後明天1點鐘 又和JK風的燒談中國經濟 下集見 拜拜 拜拜 今天節目這麼快又看完 明天才有最新一集 怎麼等呀 世界滿日的 滿日的 馬上加入我們試試工作室的Patreon會員 星期一至五 每天多一條件看 甚至更多 最低消費每月美金5元 三個級別 小火5元 中火10元 大火20元 到底有什麼分別 登入我們的Patreon網站 就會解釋給你聽的了 馬上加入 收看我們的Patreon特別內容 節目見啦 拜拜 大家好 我是Calvin 由於香港的罪案越來越嚴重 騙案橫生 保安局局長說 一至十月 每天超過一百宗騙案 增幅超過五成 講的就是這樣 私事工作室 懇請大家 盡量提高警覺 保障自己的私隱 財產 不要讓匪徒有機可乘 不要再加重政府的負擔 Patreon 馬上轉私隱設定 電郵 社交媒體 更換密碼 如果你認為任何一個帳戶有風險 直接整個剷掉 包括WhatsApp Signal IG TG等等 盡快把所有資金調離危險的地方 你對我們的支持重要 但你們的安全更加重要 盡我們的公民責任 打擊全香港最大的犯罪集團 人人有責 我們的網台工作室 已經開啟了IG帳戶 想收看最新的突發內容 新聞評論和節目資訊 立即追蹤 大家好 歡迎來到財富BB班 如果支持